继黄玉民汉震惊汉之后 香港再次发生鸣嘴封麦的事件 前商台封烟节目主持人李慧玲 在昨天高调召开记者会 斥责中共与梁振英打压香港新闻自由 并且悲愤地表示自己绝非最后一个 李慧玲在香港记者协会总部召开记者会 他说坊间流传他被炒的三个不同版本的原因 包括政治打压、得罪高层及纯商业决定 但他个人认为是梁振英所为 从近期《明报》换总编辑 AM730、《苹果日报》广告被抽等等 针对传媒的打压 他相信中共在其中有角色 被问到有什么话对梁振英说 他这样回答 李慧玲强调在商台工作9年半 感觉自己被出卖 李慧玲强调自己被炒并非个别事件 相信事件能警醒港人不要再保持沉默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